1月17日 中國官方公布了2021年一男子經濟數據 其中關於人口出身率的數據引起各方熱議 分析人士說中國總人口已經開始下降 可能對經濟和社會福利造成深遠影響 這也是北京當局和專家學者各自出招 呼籲民眾新三孩的原因 據官方宣布 中國去年人口出身率是7.52% 創下中共建國以來最低的水平 此外全國人口只是比上年增加了48萬人 中國統計局1月17日公布的2021年數據顯示 全年出身人口為1062萬 比2020年出身人口1,200萬少了近140萬 2021年的總人口是14億1,260萬 人口自然增進率只有0.34% 跌到1960年以來的最低 美國之音報道說 中國不斷下滑的出身率 引發了人們擔憂經濟增長放緩 以及就業人口減少和人口濃淩化帶來的挑戰 2016年 北京當局取消了數十年歷史的獨生子女政策 以二孩政策取而代之 試圖避免了這些風險 2021年5月 政府又宣布了三孩政策 試圖進一步鼓勵生育 但中國人的養育子女成本高昂 出身率仍然持續下降 一些觀察人士說 中國總人口在2021年突出了頂峰 現在開始下降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分校高級科學家 易富然上個月說 中國人口自2018年以來一直在減少 他說 北京官方可能低估了其人口減少的速度 他估計中國2020年的總人口是12.8億 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數據所說的14.1億 中國的實際生育率都低於官方統計 而富然說 地方政府誇大了人口數量 已獲得這麼多的補貼 包括從中共政府得到的教育經費 他說 人口數字的虛高主要是為了經濟利益 中國國家統計局1月17日的數據還顯示 人口性別繼續失衡 去年的男女性別比是1804.88比100 另外 中國去年人口出生率數據加極了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的擔憂 根據法新社的報道 為了避免出現人口危機 北京在2016年放寬了限制生育的獨生子女政策 允許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小孩 但是這個措施並沒有達到無期的成效 中國的人口出生人數已經連續三年下降 繼2018年的1523萬和2017年的1723萬之後 2019年的出生人數降致為1465萬 盡管是這樣 中國的總人口還是在去年首次超過14億人 年增人口是467萬人 但是勞動力人口在2019年繼續下降 據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9年末 16到59周稅的勞動力人口為8.964億 佔總人口的比重略降64% 比2018年下降了0.1% 統計指這個是勞動人口比例延續第八年下降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林吉哲表示 中國確實面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 特別是存在著老齡化的趨勢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專家呼籲北京徹底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 但是同時由於生活成本、上漲 都限制了不少中國人生育更多的小孩 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之前 在網易新聞發表文章說 日行針對生育意願的調查顯示 90%的人不願意生三胎 他呼籲建立鼓勵生育支持基金 給生育二孩、三孩、多孩的家庭現金補貼 和過稅抵扣 對相關企業都給予了稅收的優惠 任澤平認為中國老齡化直追日本 少子化更嚴重 2020年總和生育率1.3 比日本的1.34還要低 從各地的數據來看 2021年生育率還在下降 未來中國將會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 1月10日 任澤平在微博中稱 找到了解決低生育率的辦法 即是中國央行每年多印2萬億人民幣 用10年的時間多生5千萬個小孩 解決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問題 這個觀點一出 引發了軒然大波 脆厚因質平的微博避風 作為一名經濟學者 中國真實的經濟情況如何 真實的人口情況如何 恐怕是最清楚不過 他用近乎放誕的方式 提出解決危機的辦法 背後的前台詞不言而語 1月17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了一系列 2021年經濟數據 其中GDP比上年增長8.1% 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 糧食總產量增長2% 居民人均可支撥收入 比上年民意增長9.1% 眾多網友評論說 數據非常漂亮 但我又拖國家後腿了 1月17日 國家統計局發布了 2021年各項統計數據 總結起來有餘下幾大項 1. 初步核算 全年GDP 114萬3,670億元 按不變價格計算 比上年增長8.1% 兩年平均增長5.1% 2. 全年社會消費品領售總額 440823億元 比上年增長12.5% 兩年平均增長3.9% 3. 全年成真新增就業1269萬 比上年增加83萬 4. 年末全國人口 141,260萬人 比上年年末增加48萬人 5. 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核支配收入 35128元 比上年名義增長9.1% 兩年平均名義增長6.9% 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 兩年平均增長5.1% 6. 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39萬109億元 比上年增長21.4% 7. 全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比上年增加9.6% 兩年平均增長6.1% 總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節 在新聞發布會上稱 2021年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8.1% 經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中民業前貿 經濟總量達到114.4萬億元 突破110萬億元 安年平均匯率截算達到17.7萬億美元 穩居世界第二 佔全球經濟的比重估計超過18%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0976元 安年平均匯率截算達到12551美元 突破1.2萬美元 年末安匯儲備原額32502億美元 穩居世界第一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 中國全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是68285萬噸 比上年增加了1336萬噸 增長2% 其中下糧產量是14596萬噸 增長2.2% 早度產量2802萬噸 增長2.7% 湊糧產量50888萬噸 增長1.9% 從統計局的數據看 國經濟一派欣欣向榮 各項指標軍系增長的態勢 世界第一經濟體的寶座似乎指日可待 這樣對於這份亮合眼的成績單 網民換是怎樣看呢 有網民諷刺說 數據好好好美 如果統計數據可以保證客觀性的話就更好 在民眾更為關心的就是就業、收入、糧食等數據上 網絡更加反應熱烈 眾所周知 疫情持續了兩年 在北京當局極端服疫政策中倒閉的中小實業體不計其數 據中國國務院謠言的結果 疫情期間 26%的小微企業產能利用率不足五成 57.6%的小微企業訂單良下滑 超過五成的小微企業面臨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 而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 數以萬計中國普通家庭新計的舉報為奸 很多中小企業主哀嘆 疫情沒有將我們搞死 疫情背後的人害死了我們 統計局的數據說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9.1% 很多網民紛紛留言說 我又拖後腿 還有被三道行線壓死的房地產行業 在相減政策中遭遇滅頂支災的交培行業 以及被以控制金融風險為名義整頓的網際網路行業 幾多人一夜之間從高薪白領變成失業者 這個增長的就業數據 人均收入數據從何以來 對於糧食的增長 有網民紛紛說 看來再大的暴雨洪水 都沒有辦法影響我們糧食增長的數據 1月17日 官媒中國新聞網報道說 去年就業壓力相當之大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研究員馮文猛認為 經濟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 激發他們的活力來增加就業機會 吸納更多就業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1月17日的報導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 劉猛進分析中國年度經濟數據認為 中國的就業前景不明朗 現在很多平台經濟 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都受到整頓 因為很多年輕人就業就是靠這一塊 另外還有補教業和預錄業 就業不明朗的時候消費會更加謹慎 台灣金融現分院院長王崇哲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所謂的穩有兩種 一種是穩成長 讓大家對未來增長有預期 但是現在卻是下面在逃空著 根基不穩就算放錢下去 都沒有人願意做根基創造就業 另外根據華盛頓有高獲得的數據 2021年前11個月 大約有437萬家中國中小企業榮舊都幣 是同期開業的新企業數量的三倍多 中國工商信息查詢平台天眼查提供的數據顯示 去年每個月平均有超過39萬家中小企業註銷 2021年的註銷數量都是市隔20年之後 再次超越新註冊企業的數量 並且企業註銷數量有可能會超過歷來最多的註銷數量 預計2021年全年註銷的中小企業 數量很可能超過445萬家 這個數字幾乎是2019年的兩倍 2018年的大約10倍 企業倒閉與此同時都湧現大規模的失業潮 但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就業數據 始終符合官方預期 中國前政務部長劉繼偉去年12月11日 參加一次線上活動的時候 直言不畏這樣批評中國經濟數據 不可以反映經濟負面變化的軌現現象 重新令外界聚焦長期以來 對中國經濟數據進行性和可靠性的擔憂 劉繼偉說 沒有足夠的數字反映出現負面變化 他認為單向的數據讓人很難批評政府所說的 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和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 劉繼偉說 相反 美國的統計數據則包括了政府兩方面的數字 劉繼偉還說 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就業人口有增加 但是卻沒有跟進和追蹤 看看這些就業人口是不是在半年 又或者稍長一點的時間之後有被解僱 劉繼偉曾經長期身處官場 對官場中部戲都保憂 和戲上門下等學習均有親身的觀察和體驗 MING PAO CANADA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